好了,這段影片就更新一下現在的必賺機會又來了 講過很多次,不過現在的機會又出現了 今天是8月5日,2024年 你看看投資什麼呢?就是美金對港幣 美金突然磅一棍,又弱了 之後的片尾,你可以看到為什麼它弱 概念就是你要做什麼呢? 就是你要買美金,沽港幣 為什麼呢?因為你在這裡做一個交易 你有聯繫匯率,不會跌穿7.75 你這裡是不是輸有限? 贏的幅度當然也有限,但贏的幅度是有那麼多 而輸的幅度只有那麼少 所以你不會跌穿7.75 就算你說脫歐 這個可能性 今天 或今年很低 但你就算脫歐,你也是價向上 所以現在是Buy Low Sell High,等待Sell High 但Buy Low,可不可以更低呢? 可以,但不會低於7.75 所以你計算了,例如這裡 你去買,最多輸 輸2元,但贏就贏 8元,那你有什麼機會 好過這些呢? 你說怎麼做呢? 你可以 詳細我們做了一個 一個多兩個小時 的一個mini堂 教大家如何計算這些數 你可以在下面的連結 一個半至兩個半小時 的一個mini堂教學 教大家如何計算這些數 從而平台怎樣去按按鈕等等 可以拖著手 教大家 去這樣做 好,下面的連結去報名 給我一些朋友想知道多點 為什麼 為什麼他突然間 美元會弱了那麼多呢? 其實 For your information 你可以看 美國國債 一年或兩年 的利息 對比香港有的利息 其實就是 息差作壞 這是日常圖的 你當早幾天 美金的息 例如這個位 7月23號 是4.518 你看看 這裡 是4.518 同一天 7月20多號 香港是4.6 即分別的息差 是很少的 所以 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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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突然 美國的利息 跌倒了下來 跌倒到一個位 現在大概是3.8 左右 在兩年期 但香港 就是 4.49 看 4.49 或者4.5 和3.8 的差別 是香港 多很多 這樣 自然變成 美金 弱了 港幣 因為人們想 反正 他們是 扭著 錢 放港幣 好一點 會利息 多一點 這兩對 會立即變成 逢 所以 給我們的機遇 就來了 美元 不會約 多於7.75 我們就買 看看買多少 然後 等待 它 升上去 可以好像 這次 這麼慢 弄了一年 才升上去 又或者 上一次這麼快 弄了幾個月 才升上去 時間 不要緊 總之 價格 一定是 在這個位置 上上下下 不如 Buy low sell high 有什麼好過 有港府的聯繫匯率 去 Bound 這件事 讓你的 Risk 有限 這段影片的簡短解釋 就到這裏 詳盡的操作 就在Live的 Mini 課 教大家做 下面有連結 免費報名